你见过不加油加丧尸的车吗 大壮的车行驶在荒郊 他打开油箱 里面躺着的丧尸已经奄奄一息 难道是饿了 大壮摘掉丧尸的面罩 随即递上一块血淋淋的鲜肉 丧尸竟然吃不下去 看来是用废了 大壮果断把丧尸拖走 然后又举起新鲜的大肉块 吸引其他有活力的丧尸 很快 一只丧尸闻着气味 就欢快地向他跑来 大壮举起猎枪 可怜的丧尸就这样被拖进了燃料箱 给他戴好面罩 丧尸呼出的口气 就开始给汽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刚准备出发 又过来了一只 因为这些丧尸 大壮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早上一出门 家门口全是丧尸 墙上还趴着好几只 大壮不慌不忙 先捉来一只戴好面罩 接着点燃烧烤架 来点美味的烤肉 吃饱后 大壮继续从冰箱拿出冷藏肉 把肉块挂在丧尸面前 丧尸缠的口水直流 往前一凑 双腿开始不自觉地往前蹬 间接地给涌动机提供了动力 菜园的喷头开始喷水 随后大壮洗洗手 开始启动发电机 丧尸们一个个都开始了工作 但也免不了就有那偷懒了 大壮一把摘下面罩 把一块肉放在他嘴边 咦 看来是又用废了 接着大壮从笼子里套一只新的出来 接替废掉的岗位 安排完丧尸 大壮开始了健身时间 灵活的走位 气得丧尸都要跳起来 最后果断一个上钩拳 结束了战斗 上班时间到了 两块大肉被抛出好远 趁丧尸疯狂抢肉 大壮开着他的卡车冲出了家门 出门时还不忘用电动锁关上铁门 接着大壮来到一片空地 用望远镜开始寻找目标 看到目标出现后 果断架起了RPG 还没等目标有反应 大壮已经出现在他身后 但大壮这回打到的可不是丧尸 是活人 男人被挂在树上 下面的丧尸搭了着口水向他涌来 看着张着血盆大口的丧尸 大壮无奈只有拼尽全力 使劲把脚往上抬 丧尸不会跳 怎么也够不着 可丧尸呼出的口气实在太臭 大壮还是坚持不住了 双眼一闭准备认命了 可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丧尸们像按了暂停键一样 一动不动 大壮以为是自己的脚气起了作用 然而他一抬头 却看见丧尸女王站在远处发功 原来就在昨天 大壮接到了基地的新任务 要他抓捕照片上的黑妹 然而当大壮把黑妹带到上司面前 才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黑妹已经被感染 一下车便开始发狂 看着上司气得逐渐扭曲的脸 大壮连忙掏出抑制血浆给黑妹服下 喝完的黑妹才逐渐恢复正常 大壮和上司解释 他的血液能提炼解药 拯救世界 让他们抓紧研究 随后大壮开车来到实验室 想被点解药 却被士兵的加特林吓了一条 博士走出来告诉大壮 目前没有解药 让他回家等消息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上司早已对他起 并派出士兵在他回家路上将他灭口 请来已经被吊在树上 下面的丧尸 已经迫不及待要拿他解禅 危机时刻 丧尸女王出现救了大壮一命 可丧尸女王却没那么好心 救他只是为了让他带路 进而解救关在基地的黑妹 随后 几人便组成了复仇团体 来到了秘密基地 丧尸女王喝下一瓶血浆后 开始发工 只见还在工作的女丧尸 突然举起手中的枪 向士兵开始射击 几个丧尸小弟也瞬间变成人体炸弹 打入基地内 大壮跟着丧尸女王 第一次走进了实验室 当他看到水桶里装着的是 活人的尸体后 他才知道实验室的真正目的是 把人类变成丧尸 根本没想着拯救全世界 得知真相的大壮 感觉自己的信仰被摧毁 愤怒地拿起枪 朝着研究员不断射击 这些丧尸太可怜了 竟然变成了人类的玩物 大壮就在家圈养了几十只 有的被他当成燃料 有的用来发电 最悲惨的是 有的还要给他当陪练 但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大壮因得罪上司 被挂在树上 成了丧尸的食物 好在丧尸女王把他救了回来 但是强行逼他加入丧尸队伍 不然就把他的脸撕掉 大壮无奈只能答应 几人很快来到实验室门口 大壮把炸弹绑在丧尸身上 通过输送管道 运送到实验室内部 只见丧尸女王邪魅一笑 手铐立马落下 随后实验室内的丧尸 启动了自爆模式 门外的丧尸收到女王的信号 也开始疯狂扫射 博士见识不妙 想关掉大门 不料却被大壮切断电路 紧接着大壮又将几个丧尸炸弹 扔进了实验室 此时黑结也亮出加特林 开始疯狂射击 瞬间障碍物被清空 随后大壮跟着丧尸女王 大摇大摆地走进实验室 他们直冲大厅 疯狂扫射 实验室的士兵毫无还手之力 这时丧尸女王用意念 感知到黑妹还活着 随即几人立刻赶去营救黑妹 本以为胜券在握 可博士却放出了 最新研发的暴君丧尸 这只丧尸太猛了 朝着女王就是两拳 女王根本抵挡不住 暴君丧尸的攻击 被死死按在墙上 就在女王快要断气时 这只丧尸居然出现了故障 原来是黑妹用意念 控制了这半人扮尸的怪物 随着黑妹凶狠的眼神 只见左一拳 右一拳 博士朝着自己开始攻击 就在博士马上就要被自己了结时 他奋力拿起身边的电棒 将黑妹电晕 博士再次重启暴君丧尸 可丧尸女王也不是好惹的 他直接拔下电缆 按在了暴君丧尸的头上 但博士还没打算放弃 直接启动了实验室自毁模式 眼看还有30秒就要爆炸 丧尸女王用尽最后的力量 将大壮等人送出实验室 自己则和同伴一起葬身火海 再次重生 大壮为自己曾经在基地工作感到羞愧 想要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却被黑妹拦下 两人四目相对 大壮点点头 然而就在此时 丧尸女王从冒着黑烟的实验室里走出来 原来他们并没有死 接下来 他们又开始了新的任务